你看这个像什么 这说的也太离谱了 小日子听到后 立即对这个女俘虏 实施了飞人的酷刑 让她顶着烈日跪在日本国旗下 不仅双手反绑 两腿间还有一根缠着铁丝的木棒 四周更是被尖刺包围 只要烧一弯腰 就会扎出好几个窟窿 女人跪了一天一夜后 意识也有些模糊不清 身体也开始摇摇晃晃 但她却依然拒绝道歉 这时 小日子拔出刀 对准女人的脖梗 猛的一挥 俘虏们吓得转头过去 不忍看到残忍的一幕 这些女人本是欧洲的贵妇 她们在一个盛大的舞会上 随着美妙的音乐翩翩起舞 坐在一起悠闲的聊天 正在这时 一声炮弹的巨响 打破了此地的平静 现在是1942年 日军已经打入了新加坡 踏上了这片和平的土地 驻扎在此地的随军家属 必须第一时间迅速撤离 但日军炸弹却快人一步 轰炸一波接着一波 房屋被毁 狼烟刺起 贵妇们根本来不及收拾 只能狼狈坐上游轮逃逃 船在大海上小心航行着 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直到天空中 突然出现了日军的战斗机 向他们实施了猛烈的轰炸 飞机对着游轮疯狂的早射 无数的人倒在了战斗之下 但活下来的人步步的悲伤 只能弃船跳入冰冷的海水 寻找生的希望 三个女人防止被冲散 紧紧地拉在一起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她们被冲到一个小岛上 穿过森林的泥泞道路后 三人已经精疲力尽 他们稍作休息继续赶路 这时一支日军迎面而来 军官热情地将三人喊上车 此时女人们还天真的以为 日本签订了日内瓦公约 就不会让战俘受到伤害 但遗忘和歪曲篡改历史 是小日子的惯用伎俩 他们一到城里 就被赶下了车 依山蓝绿的贵妇们 刚从日军的炮火中逃生 喘息中他们畅想着未来 可下一秒 三人被小日子粗暴地 押送到工厂上 这里已经聚集了大量战俘 就连之前活下来的贵妇们 也无一例外地带到了这里 他们被日军抓到了集中营 在这里 他们得忍受着飞人的酷刑 暴晒殴打关竹龙 更狠的 直接淋上汽油火刑 如果有半句怨言 上去就是一巴掌 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下 他们每天进行繁重的劳动 但食物却是一些残羹剩饭 即便如此 大家还是分明而止 活着显然比尊严更重要 如果在劳作时想上厕所 也只能在姐妹的掩护下 迅速解决 一旦被日军发现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而集中营的条件极差 很多人因此得了瘧疾 这位老太太不幸患病 生命垂危 可他们没有任何药品 众人只能眼睁睁看着 为了给老太太治病 一位中国女人站了出来 说她会搞到药品 于是趁着日军休息时 她冒险穿过铁栅栏 用自己值钱的东西 与当地人换取到药物 不幸的是 她最终还是被日军发现 第二天 日军把所有女人集合起来 将中国女人抓到广场中央 她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随着一声令下 士兵将汽油浇满她的全身 这时小日子军官哗然火 女人瞬间包裹在火海里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这凶残的画面 让人不忍直视 众人纷纷避过头去 甚至有人直接昏厥 可你在看 那些可恶的小日子 内心没有一点波澜 一直盯着火焰燃尽 在战争中 他们就是一台台杀戮机器 而女人们能做的 只有在事件平息后 为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 举办了一个简易的葬礼 在如此恐惧 思乡和对战争结束 遥遥的等待中 不断有人死去 活着的人也苦不堪言 这是女子集中营的简陋浴室 小日子不提供充足的生活用品 导致女球们在洗浴时 为了争夺一块小小的肥皂 大打出手 在这里女人们经常挨勒 还要像奴隶一样的工作 这一切使人对生活绝望 再这样下去 所有人都会死 这时 一个精通音律的女人苏珊 看到大家逐渐的堕落 萌生了成立合唱团的想法 她找到自己曾经的搭档 希望给其他人带来希望 但组建这个合唱团 也并非一帆风顺 他们第一次聚集起来 就被小日子以为 是要密谋逃跑 现场顿时乱做一团 为了警告众人 小日子拿枪对准了一个泰迪 并且将他们押送到了慰安所 不过小日子并没有强迫他们 而是让他们自行选择 同意的话 不仅能吃饱喝足 还能打扮得光鲜亮丽 至于代价 你们也知道 如果是你 又会如何抉择呢 女人们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最终还是有九个同意了 毕竟挨饿的滋味不好受 趁着小日子潇洒快活时 苏珊再次将合唱团召集起来 经过几次排练 开始正式表演 成群的人在广场集结 看得出来 小日子正要过来呵斥驱散 他们听到了女球的歌声后 竟然卸下了手中的钢腔 静静地聆听着美妙的音乐 裹挟着自己的乡愁 听得出了神 入了心 当歌声停下的那一刻 小日子又恢复了残暴的本性 强迫他们继续干活 不断呵斥与打骂 也许他们曾经也是人类 只可惜最终变成了恶魔 在早会上 一个女人吐槽说 日本国旗就像自己用过的姨妈金 声音虽然很小 但还是被懂英文的军官听到 她被惩罚跪在日本国旗下 整整两天不能喝水不能弯腰 但她依旧拒绝道歉 恼羞成怒的军官 挥舞着手上的屠刀 死去的人越来越多 而他们也被关了两年 有一天 日军突然性情大变 将他们全部赶上火车 前往不知名的地方 到达目的地后 众人发现又是一个集中营 但这个条件更惨 房子破旧不堪 什么都没有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 就在大家疑惑之际 小日子突然宣布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女球们重新获得了自由 她们抱在一起欢呼雀跃 在苏珊的指挥下 又哼起了美妙动听的旋律 可从始至终 小日子没有向女球道歉 更没有向杀害的中国同胞道歉